想知道怎麼用大畫面看HBO GO嗎? 現在就告訴你 那現在很多人都懂得利用這個網路來看 網路串流平台所提供的影片 那現在有個好消息 就是今年開始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國際性的串流平台已經引進台灣了 它的名字叫做HBO GO 那HBO GO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的背後是華納媒體集團 所以它有非常豪華陣容堅強的片單 比如說HBO它的自製影集 《冰與火之歌》 《西方極樂園》 《荷豹家園》等等 那HBO它對於華劇方面的投入也很深 比如說像《同一少年》 《我們與二的距離》 《做工的人》等等 而且除此之外 它還有華納媒體集團所提供的電影片 你這樣能看到非常多很好看的影集跟電影 那HBO GO要怎麼看呢? 很簡單 你現在只要在手機的應用程式商店裡面呢 就可以下載到HBO GO的APP 透過APP就可以直接訂閱 而且就直接開始觀看了 那它的費用也很便宜 一個月只要149元而已 而且它可以綁定五副裝置 可以讓兩個人同時觀看 那如果我今天覺得用這個手機平板看不過癮 希望用電視的大螢幕來看 該怎麼辦呢? 那這裡教你幾個辦法 第一個呢 就是走Quantcast的方式 如果你是Android手機的用家 而且你的作業系統在Android5.0以上 那你就可以去搭配一台 也支援Quantcast的這個網路電視 讓你的手機跟這個網路電視 在同一個Wi-Fi的網域裡面 這個時候你播放HBO GO的APP 在它的右上角就可以看到一個方形的投放鍵 點進去以後 就可以用你的電視來播放HBO GO的內容啦 那如果你是這個Apple裝置的用家 那你就要搭配一台呢 支援這個AirPlay的這個網路電視 讓你的手機跟你的電視 在同一個Wi-Fi網域裡面 那你播放HBO GO APP的時候呢 它上面就會出現這個AirPlay的投放鍵 也是按下去就可以進行播放啦 那如果你的手機 你的電視沒有支援Quantcast或AirPlay的話 那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可以用這個 鏡像顯示的方式 也就是讓你的這個電視機呢 跟手機呢 可以顯示相同的畫面 而且音訊也可以一樣的傳過去 不過鏡像顯示我們是比較不建議 因為它很多的缺點 第一個就是你開啟鏡像模式以後呢 你會大幅消耗你手機的電力 而且在播放影片的期間 你的手機也不能拿去做其他的用途啦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這個音訊號呢 透過手機再轉發到電視 通常都會有很多的電話 它的影片品質不夠好 第三種方式 就是你可以購買實體的Quantcast的裝置 或者是Apple所推出的FTV 那把它們接上了這個網路電視的HDMI 輸入以後呢 就等於讓你的電視可以支援Quantcast的功能 或者是AirPlay的功能 那這樣就可以在畫面上面看HBO GO啦 而且呢如果你是一個家庭居然的用家 你有一個家庭居然系統 你可以把這個Quantcast的 或者是Apple TV 所以接上環繞擴大機 就可以能用整套的家庭居然系統 來播放HBO GO裡面的內容 那效果自然就會更好喔 有機會建議你一定要試試看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一定要訂閱普洛影音網 並記得按小鈴鐺喔